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药设计了十道菜 推出了山药大餐 限量一百桌 想要东令滋补 又想要尝尝创意料理的民众 可得把握机会 海参经过汆烫 再将山药快速油炸起锅 用葱姜蒜爆香 再加入蚝油等酱汁 最后把海参和山药加入快炒 这道山药蚝油海参 含有丰富胶质 海参本身比较 含有丰富的胺基酸 非常低掌固醇 大家都比例它为海中的人生 而我们山药呢 也是非常含有非常多的营养价值 大家都比例它为山中人生 我们把这两样人生 加在一起组合在一起 这样找 非常独特 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享用 而这道山药虾卷 用金融虾仁和澎湖花枝 先将山药泥 山药块混合 最后包入饼皮下锅油炸五分钟 其实我们基隆原生种山药 它的口感非常QQ黏 肉质很细致又扎实 在短时间的红煮里面 它会比较有脆感 山药口感绵密 秋冬是盛产季节 尤其基隆有白雪域 和基隆山药两种品种 基隆市府和农会合作 要把山药结合山海特产 设计了食道满满山药大餐 选定的基隆港海鲜楼餐厅 提供一百桌的一个份额 给喜欢吃山药的市民好朋友 跟各地的观光客友人 来共同跟我们享用 这个限量的山药大餐 不过今年基隆山药产地 受到山株山腔破坏 农损情况相当严重 以基督马林地区 每年平均有四五千斤产量 但野生动物大肆破坏山药源 让山药产量只剩下三分之一 现在的山猪跟山羊 实在多到没办法行农 在路上走都可以看得到山羊 它来吃 吃了以后大概今年的山药 应该只剩下三分之一左右 因为今年开始农友有反映山猪 山猪的掠夺非常的泛滥 所以其实今年开始 在我们产发处有补助农友 开始申请电网的部分 就是防止他们进到生产区 大概有四到五户的农友 有来申请补助 未来看能不能因为电网的设置 能够减少山猪跟山羌的侵略 然后减少农产品的减损 农座物都被野生动物清洗掉 猴子也有 什么山猪 山羊 这个就很多 其实只有原本的产量三分之一 因为气候的关系 还有一些野生动物的关系 所以其实今年的山药 是比往年的迷足 来更迷足珍贵一点 所以我们今年开放一百桌 也不会再增加了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世界 把握机会 然后一起来享用这个好吃的山药 美味的山药结合 基隆石令海产 东令滋补 所有山药佛跳墙 还有鱼肉鸡粉锅等 创意山药料理等的饕客 来基隆品尝 记者 黄绍明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爱恋港独夜2023 基隆光影节 12月1号到17号 将在镇冰渔港举行 除了有夜间光雕秀外 基隆七大行政区 更设有IP光影装置 及AR城市寻宝游戏 市府更结合了公式 台湾原创动画 妖国小学的IP角色 打造欢乐的气氛 邀请全国民众 12月来基隆旅游打卡 头三天在我们最夯的 网美打卡景点 就是镇冰渔港彩虹屋的 光雕創片 让我们期待一下 岁某年终可以到哪里玩 基隆市政府将在 12月1号到12月17号 举办爱恋港督夜 2023基隆光影节 首度结合公共电视 台湾原创动画 妖国小学的人气IP 有水果奶奶 和各具特色的妖怪角色 规划了夜间光雕秀 基隆七个行政区 更设有光影装置 与AR城市寻宝游戏 基隆市政府结合公式 原创的一个动画 那是台湾的一个原创动画 妖国小学 来办理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光影节 那基隆光影节 从12月开始 一连17天 那其中的前三天 在那个镇冰渔港彩色屋 我们有举办基隆的一个光影 光雕秀 那另外在基隆的七区 我们也都设置了IP的一个光影装置 那也进行了一个AR的一个城市寻宝 那欢迎各位民众来基隆参加 基隆其实是一个虽然地方小 但是是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公共电视第一次和一个城市呢 举行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活动 当然我们更希望未来有各个在台湾的县市政府 都能够和这个基隆市一样 这么看重台湾的这个本土的这个IP的创作 我们也期待借由这一次呢 我们台湾最有力的最棒的一个IP的这个动画呢 能够带着我们小妖们 带着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 还有观光客呢一起来畅游 来进行基隆七个行政区的城市寻宝 官销处说欢迎民众在12月1号到12月3号 到镇冰鱼港彩色屋欣赏光雕秀 活动期间还可以深入基隆七个行政区 欣赏光影装置 玩AR城市寻宝游戏 有机会获得活动限定联名小物 欢迎全国的大小朋友 12月来参加基隆光影节 度过充满创意同趣的欢乐时光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副议长杨秀玉 在总执询时称赞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推动行人友善政策非常受到肯定 同时提出了新的建议 希望在交通安全方面可以更上层楼 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在总执询时用影片来称赞 机动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非常受到肯定 对此杨秀玉也在提出新的建议 希望市政府可以在行人及车辆的交通安全方面 做得更好 想方设法去怎么样去找解方 怎么样去让他改善更好 就是把用路人 还有我们的驾驶人这个整个分开 就是在这个第一点 就是在人车号制分开设置 是最能够减少因为车辆左右转时 造成这个人车交错使得危险 不论是行人绿灯早开 或者是专用实相 还是所谓的这个车辆左右转绿灯早开 依照每个路口所需要设定的描述 第二点 建议基隆市政府要建制一个友善驾驶人 保护行人的道路规划 如庇护导 而且要增加警示设备 能见度 避免这个转弯车辆视线不良 第三点 转换红灯时 增加黄灯的描述 不要造成驾驶压力 或是进退两人的局面度 讲到这个第三点 我就讲到说 我自己常常在自己开车 有时候那个黄灯可能太短了 那结果我开到一半就变成红灯 我们也是会 这个到底要开不开 还是要开过去 总不可能倒退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我们这个专业单位 这个去研究设计一下 那第四点就是 我们开始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开始要布局 做好所谓的AI 就是我们人工智慧化 交通网 AI设备建制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而不是用这个传统式的 这个所谓的一些政策 而市长谢国良 也非常感谢杨秀玉 对这项政策的坚定支持 在您的指导下 只要是对的 我想我们都会继续的努力 好好去做正确的事情 那我们希望进同市 就是舒适安全干净 很多个城市 之所以我们去观光 就是这个 他们很干净 很舒适 而且很安全 可是一样的标准 我们去玩了 给人家称赞 回到基隆来以后 我们却看到我们的城市 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也在动不动就看到 全市的盆栽 我想副议长您有一定注意到 我们全市大街小巷 都充满了盆栽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闹了一个笑话 我真心以为 我们的市民朋友是很喜欢绿化 很喜欢种植物 后来才了解到 原来那些盆栽的目的 跟原来我想象的目的 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三角锥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也是我明年过完年后 有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想副议长 真的很谢谢你 从一开始 到今天 326天下来 那如果扣掉这个 我刚就任 还没有宣布行人友善前 大概十几天 我想您这个 310几天来 你对我们行人友善 一直都是坚定支持的 我不只要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我也要代表市民朋友谢谢你 因为事实上 有了一个好的行人环境 走在街上 走在路上 舒服安全 还没有那么干净 但是舒服安全 真的是我们市民 生活在基隆的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 再次的谢谢您 也给我那么多鼓励 谢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主要是一台公司 谢谢 我家的一边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搭扫一下 一下下就好 這樣不好吧 我什麼都沒說喔 不用急 現在用手機繳稅超方便 只要掃描繳款書上的QR Code 就能輕鬆繳 另外 還有這些多元繳納管道可以選擇喔 10月2號起 65歲以上可以接種流感 肺炎鏈球菌 以及COVID-19三種疫苗 請記得攜帶 健保卡 身份證 COVID-19疫苗接種卡 肺炎鏈球菌接種證明 到時候醫生將會評估可以接種的疫苗及種類 如果無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種 也會協助預約下一次接種的時間喔 基隆市區污水下水道施工開始囉 下水道工程施工 會在道路進行開挖時 設交管及維社維禮 供期陸續將暗月分區分幹施工 部分車道會縮減 部分停車格會取消 請市民多注意 為了衛生和健康 請大家體諒多包含喔 歡迎回到中央新聞現場 基隆市議員曾宜方在總質詢時指出 旧的開源立體停車場即將要拆除 希望市府可以規劃新建國民運動中心 或者是多功能風雨運動球場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地下停車場 基隆市議員曾宜方在總質詢時指出 旧的開源立體停車場即將要拆除 未來會做什麼用途呢 市長謝國良大訊士表示 拆除後短期內可以規劃作為機車停車場 我們原來的是機械式的立體停車場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很久了嘛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用了 那我覺得如果把它拆除之後呢 我們這個短期內應該是可以考慮 做一些機車的停車用地 那長期來看我們可能還是要做一些 這個適當的規劃 那不知道議員有沒有對於那個地方 其實您比較熟了 不知道你覺得開源要怎麼安排 曾宜方希望市政府未來可以在這裡 規劃興建國民運動中心 或是多功能風雨運動球場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地下停車場 基隆市除了停車的問題之外 目前最需要的還是室內運動場館 或者是風雨運動場館 那目前市長所做的室內兒童樂園 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不過對於各年齡層的市民朋友來說 都是需要有良好的運動空間 很可惜本市只有姓惡的市立體育館 還有我們的施球路的國民運動中心 可以提供給民眾使用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開源路 立體停車場的空間 其實這個空間說大不大 那說小也不小 那如果要容納我們兩個籃球場的空間 我相信應該是還可以的 但是未來如果要開闢的話 我是建議可以屁建地下停車場 提供給民眾付費來做使用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是認為七堵區很少有室內的停車場 所以這部分提供給我們建議 那本席建議此處 國民運動中心或者是 多功能風雨運動球場的方向來做規劃 一定要把地下停車場的空間規劃在裡面 避免造成像七堵國小那樣 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不同 所以市政府在做校舍改建的時候 沒有先見之明 也沒有把地方的發展考慮進去 所以現在就導致七堵國小沒有地下停車場 民眾沒有地方可以停車 就導致很多違庭的現象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一處鐵皮屋 進行違建拆除過程中 因為沒有做好防護 有東西掉了下來 砸到了一部機車 車主不滿竟然吃辣椒水雞 開山刀攻擊拆除人員 而包商搶下刀子的瞬間 造成了手掌的韌帶斷裂 我看他家裡找我王鋼去 他家裡不是拉台 他家裡看我就不想 我要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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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我家裡走到賣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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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我一定要去哪裡去 我一定要衝上去 20號上午 森福委託廠商 執行東光路11巷內 一處違建拆除 但疑似因為沒有做好防護 過程中東西掉下來 雜中下方43歲 黃信男子家人停放機車 雙方發生口角核子體衝突 沒想到黃信男子拿出拉槍水攻擊 在此開山刀砍人 經查何信男子為市政府委萬包商 執行違章拆除工程時 不慎毀損黃南家人停放機機車 河南與黃南產生增殖 黃南持刀蟹等物與河南拉扯 導致河南右手遭割傷送疑 警方已通知黃南盜案說明 東光路違建拆除作業 我們委辦的廠商遭受攻擊傷害事件 我們獨法處表示 強力譴責暴力行為 我們也非常的難過跟申請 有關相關的這些 攻擊傷害事件 我們都已經報警了 有警方來依法處理中 有關傷者的部分 我們也去醫院來慰問了 後續有需要協助 我們會全力來協助 他相關的復原 另外有關東光路的違建 我們還是要強調 這個案子是施工中心違建 所以我們優先處理的對象 所以對於相關的這些施工中的 新的違建 我們基於市容警官 依照相關的程序 我們還是會依法來執行 不會因為這樣的暴力的行為 就來阻擋這樣的行為 我們後續的財組 就會能如期來進行當中 也希望市民朋友不要以身釋放 警方調閱監視器 找到黃姓男子 目前已經短說明 也查扣攻擊人的刀切器物 全案一重傷害及妨礙公務罪 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在基隆擔任基隆市生命縣協會 理事長的白宥雲 長期投入公益活動 特別又規劃了一個新骨科診所 造福基隆民眾 基隆知名的尼克美麗一美總裁白宥雲 跟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 骨科主任郭俊玲博士 長期投入骨科一整的公益活動 獲得各界認同 因此這個骨科診所 即復健中心開幕儀式上貴賓雲集 包括國策顧問童勇 立委蔡世英 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跟多位市議員 以及衛生局長張賢正 社會處處長楊玉欣 武黨籍立委參選人王醒之等人 都共同來祝福 其實過去這幾年 我們也曾經在 基隆市的各個里的活動中心 舉辦骨科的巡迴議診 那這些年來 我們深深的發覺到 對基隆市的市民來講 因為老人化比較高的關係 所以基隆市的骨科的需求是很高的 也因此 我的好朋友他也特別成立了基隆骨科診所 那我今天過來這邊就是來給他祝福 那我也期待藉著基隆骨科診所的成立 我們未來繼續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骨科的疫診繼續推動 第二件事情是讓大家有個更好的在基隆享受醫療品質的地方 可以分散我們各大醫療院所的醫療資源 因為如果你到譬如說長根布基等等三種都要排隊排很久 然後這個還有一些交通的問題 我想市區究竟有一個骨科診所可以照顧大家 我想這對整個社會還有我們對醫療資源的分散都有非常正面的一個幫助 我想我們期待我們有這個白姐這樣子的努力 那我們可以發揮更多的一個愛心 我想我們基隆市議會來了非常多的議員 我們旁邊有這個洪生有議員 許瑞馳議員 吳華家議員等等共同來支持 我們長者在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整骨也好 或是這個骨頭的一些復健這方面真的還是很需要的 所以謝謝我們基隆這個骨科診所今天的開幕 讓我們這個基隆的長者有更多的一些復健的一個場域 謝謝他們 那今天基隆股科復健的東西在這邊開業 可以加回我們基隆市所有的長輩 我現在做的是電療 然後電療的部分就是因為讓那個肌肉就是有那個收縮的感覺 然後通常就是來放鬆一下也蠻好的 我經營醫療院所已經20年了 但是以前我都非常疏忽骨質疏鬆這一方面的知識 那等到我105年的時候我跌倒骨折了 然後才發覺到這個骨質疏鬆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跟三種建教合作 有辦了40幾場的骨科醫診 那每一區基隆市的每一區 我們都有舉辦過 但是發覺到基隆市真的很勸勸 我們一個比較優質的骨科診所 所以我也發覺到我們三種的 郭醫師的骨科 他們的學長學弟 也都非常有醫德 而且醫術方面都是非常優質 所以我才決定是說 應著鄉親的需求 能夠邀請我們的郭醫師 來為我們的鄉親 更多的鄉親服務 病人如果腰很痛 急性椎間盤突出 其實在教科書上寫說 這是九成是不用手術的 那因為有時候你雖然很痛 急 然後他就會去手術 結果手術後造成的併發症 反而會讓病人更不舒服 所以我們這個診所的目的就是 你可以先來看看 然後我們會選擇最適當的治療 我們的理念是 如果有100種方式 可以讓病人不用手術 我們會嘗試101種 直到真的不行 我們再考慮手術 那如果真的手術之後呢 後續也很重要 就是手術之後怎麼搭配 就選擇最正確的手術 搭配最好的復健 讓病人可以得到 術後最好最好的恢復 市民有很多多元的需求 所以我們樂見有一個新的夥伴 那郭醫師原本在基隆也耕耘很久 那也知道我們基隆是長輩的需求 那相信未來不管是在 透過門診的治療 那藥物或者是一些復健的安排 都可以提供我們長輩比較好的照顧 因為也知道白董事長長期以來 其實會串連雙北各式各樣 不同的醫療資源到基隆來 其實為基隆的奉獻也很多 那不只是在醫療事業上的奉獻 我們私底下也會跟白董事長互動 討論有關生命線 類似像這樣的公益事業 我覺得在基隆如何繼續往前發展 那白董事長當然也是非常不遺餘力的 在協助基隆跟推動基隆 讓基隆更好 基隆地區引法人口越來越多 因此各界都樂於醫療資源的豐富 與多元化 讓民眾就醫能夠更加便利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 按讚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你會選購一級能效的家電 但你的節電等級卻只有5級 現在開始改變你的用電習慣 冰箱只需8分滿 濾網定期兩週輕 等氣設定26至28度 晚轉時間進化一級節電玩家 關掉冷氣 隨手關燈 白天到黑夜 節電不停歇 節電 從我改變 星期一 多多運動走樓梯 星期二 隨手關燈要貫徹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欄杆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 就是它 把它處理掉 電費殺手 幫我處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發現你的冷氣 開的太冷了 膽脹的濾網標固定清醒 電池 音響 洗衣機等等 電池用品沒在用 而且它插頭 隨手關燈等 這些小動作也得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LED 省電 省錢 又明亮 唉唷 真厲害啊 基隆有如童話故事般的咖啡店在哪裡呢 破壞千層蛋糕到底有幾錢啊 先例版的委託行咖啡究竟在哪裡呢 基隆味節目將用鏡頭帶領觀眾 實地走訪體驗基隆的味 當科學家 文學家 還是藝術家 都不如有一個自己的家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你以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樣 其實你們正在為彼此互相照亮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過去無論你有局沒局 在社會住宅裡 人氣網路都能再開新局 住進社會住宅 人生不宅 大家好 我是內政部長林友昌 中產以下房財族支持專案 從6月1號開始開放線上申請 手續簡便 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人的基本資料 就能夠完成申請 通過申請者 單萬元的支持金直接入帳 符合資格的你 記得趕快來申請囉 有任何問題 歡迎撥打諮詢專線 02-2162-1239 好 都停滿了 那就隨便停好了 詩詩 你這樣停車違規喔 機車停泛合法騎樓停車空間只能有一列 並且停車方向必須垂直道路 另外必須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間 這樣才可以兼顧到機車族停車 以及行人通行的權益 行行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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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地上貼有腳丫子的綠色地貼 禁止停車 其方會嚴格取締 綠腳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將店面雜物 盛摘機車放在綠腳丫上面 讓行人 甚至行動不便的朋友們 能夠方便同行 射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 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和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 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